好 看著這個Mr.Fresh這個位置 這個呢 徒工坊這裡 比較紋身一點 比較紋身一點 不過好在這個Mr.Fresh比較近回外面這個位置 近回外面的馬路位置會好些 還有這個Mr.Fresh的位置 網網留相 好 大家好 現在就是2021年7月6日 應該是這個星期二的下午2點59分 這個草工坊 剛剛收到的風格 這間有看過之前 草工坊1-7號地下司鋪 我是成會雙鋪基金創辦人 給更慶 這次是你不知道是誰 就是5號鋪這個位置就連一個入職角的 那這個5分位置 我又不覺得便宜 我又不覺得貴 今時今日這些街市位置 最多人喜歡 我進去都買過東西 這是什麼真先生這間店 Mr.Fresh 橙色招牌 租金4萬8千元 去到2024年的9月30日 回報2.5厘 不算高 大門闊就15呎 深就大概55呎 很大間閣 原本業主還有一個入職角 你看到的圖 原本業主是2006年3月份的時候 用523萬買進來 OK啊 炸了大概15年左右 523萬買進來 220萬買出去 賺點錢 好啊 時間是朋友 你看到負印環境的那裏 那裏 曹工坊比較民生地段 旁邊走出少少沙咀道 大街大學 我都有間上徵館的點心點 前方我就買了2800萬 再旁邊那裏有間的麵包店 都是我買的 3300萬 但是這裏縮進來曹工坊 一般以前就比較便宜很多 但是這次沒有便宜的鋪 你走出去外面沙咀道貴 縮進來這裏的時候 又是便宜一點 民生位比較喜歡一點 那這裏是OK的 因為它曹工坊得來 不是說進去最入面那裏 曹工坊得來 都會貼出來外面 有車行 那些人進去都比較方便 很多時候停下車 我都走過來這裏 這裏是好貨 一分錢一分貨 千多萬就好貨 二千多萬以上我就覺得貴 二二八零萬我就覺得 這樣一個市值貴 好啦 恭喜賣家 那業主有部放手 你怎麼會放手 還要買到這裏 那16年了 你五年間的時候 我買入了57間店 叫了31間 超過15億了 所以就來今 不斷繼續買店 繼續買店 目標要買入1000間店 恭喜賣家 謝謝 班辰 我操痛 我操作 我操作